他可以一连炮的实验室许多天,也能够站在舞台上弹奏和演唱自己做的曲子,严谨的科学思维,自由的艺术灵魂, 惩罚一立体多面,折射出他人生的五彩编纷,这原子他独特的家庭,父母是把他带进科学与艺术大门的引路人, 曾罚一美国必须把尼亚大学医学,理学双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遗传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国家重大研究计划,973项目首席科学家,教育部长将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先后获得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首届第三世界女青年科学家奖,以及谈家人生命科学奖等多三场项, 和和中科院的合作科研项目,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09年世界十大音学突破之一, 在跨界中闪光,以新多容是曾把一家庭教育中的必修课,把记忆的齿轮转回到童年, 每逢周末,曾搬一家里都会来许多搞文艺的叔叔阿姨, 大家一起弹琴唱歌,般如小型的艺术沙龙,父母都爱音乐,母亲会弹钢琴唱乐曲, 父亲喜欢写小书和画画,曾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书奖,还被改变翻上了荧幕, 在这样分为中生活的小女孩,曾经一度以为自己生在艺术家庭, 从小,一心独用,就成了曾凡一家庭教育中的必修课, 父母教曾凡一接触和学习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技能, 发展不同方向的爱好,龙堂里的邻居解词, 难免至于,你家小孩一心独用,学这么多东西,将来会把他折腾坏的, 父亲并悄悄对曾凡一说,一心独用是美艺术,曾凡一三一独特, 既有音乐天赋,一位音乐学院的教授,劝黄书贞, 不要埋没女儿的好嗓子,应该让他走音乐的道路, 客层反应说,我想当医生,把已经放进棺材里的人都就活了, 我特别佩服他们,如果我能研发出一种药, 就能给民数的人带来福音,于是才进入上海科技大学读化学, 一年后,又赴美国留学,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享, 他用三年时间修完了四年的课程, 在主攻细胞和分子生物学专业的同时, 还兼修了音乐,并从六千多人的激烈抉招中脱颖而出, 顺利进入宾西法尼亚大学医学院, 攻读医学和生物学双博士学位, 2005年女儿曾法尼获得美国跟西法尼亚大学医学和理学双博士学位后和父母亲合影, 在美国,曾法尼在科研上不断取得成绩,得到导师的诈识, 同时,她的音乐才华,也再次随着琴声倾斜, 她常常半夜起来记下脑海里涌动出来的旋律, 对音乐的酷儿让她决定休学,为古搞音乐, 曾法尼当时是来自中国大陆, 唯一的窗博士全额像学籍获得者, 但父母都没有习惯孩子有这个想法, 全家人把此事当作科研项目, 通过几十个月扬电话, 仔细探讨全恒, 此时,曾法尼的心卫音乐躁动着, 她连续时间做了十首风格独特的曲子, 一个人一生能有这样的灵感和闪光是非常不容易的, 不能让她挂作流星自然云念, 父母决定积极支持凡一专注这次机会, 大打成是, 曾凡一过准休学两年, 她回到北京做专辑, 拍MTV, 又在中国, 美国举办独唱音乐会, 1995年, 她创作并演唱的红帆, 在第二届中国音乐电视大赛中, 获特别荣誉奖, 次年, 又获两个奖项, 这些在别人眼中或许是服务正业的事情, 在曾凡一看来, 都与她所选择的科学事业不可分割, 而且跨界所付出的努力都成为她人生的丰厚积淀, 甚至成为她学业和事业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步, 申请编析巴尼亚大学的时候, 正是因为她的唱片, 让她在众多申请者中获得校方的格外青睐, 拥有跨界思维和能力的人, 往往有着更高的学术潜力, 智商弹出最美琴盛, 科学之家的艺术化生活, 惩罚145岁的时候, 拍照还不普及, 她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好, 卖不起新的照相机, 爸爸就从旧货店买了一台旧相机, 我爸爸妈妈一起商量着如何冲洗照片, 了解了冲洗照片的过程, 然后就开始着手购买和组装冲洗照片的器材, 到照相器材店, 买了显影和并影的药粉, 到旧货商店挑了一些自然残旧三世不禄的腾瓷盘, 下面连接相机, 一拉开关, 灯就亮了, 这是用来给照相值曝光的一家三口, 挤在小小的房间里, 分工协作, 配合默契, 我爸爸曝光完, 禅递给妈妈, 我妈妈做好显影, 禅递给我来定影, 当我们看着那些放进水里的照片, 眼睛, 鼻子一点点的显示出来, 真是旁人想象不到的开心啊, 但是我发现爸妈并没有满足, 还在不断改进和提高, 后来他们又学会了冲洗彩色照片, 冲洗彩色白转片, 还在家里放自制的幻灯片, 请小朋友们来一起看, 这件事之所以令他难忘, 是因为他从父母身上看到了一种做事的态度, 做任何事情,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做, 对所有的困难都有解决的信心和决心, 这对我后来从事科研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繁衣的音乐启蒙也是在四岁多, 妈妈很注重对他音乐素养的培养, 当时买不起钢琴, 市面上也买不到正规的琴服, 并没有学习钢琴的条件, 但爸爸妈妈硬是创造条件, 让女儿开始了钢琴的学习, 爸爸把五支圆珠笔芯绑在一起, 为他画五线谱, 妈妈则用一块五支板, 剪成钢琴键盘的模样, 在上面画上黑白琴键, 让他练习执法, 后来他笑称自己不是纸上弹音, 而是纸上弹琴, 每到星期中, 爸爸妈妈会骑自行车, 带他到一个老师家里去学一次针的钢琴, 给科学插上艺术的翅膀, 曾帮你参加央视谢谢了, 我的家节目录之前, 特意向负责的编导, 询问主持人的装发和服装的颜色, 然后,根据现场色调, 选择了与组织人风哥他配的一条中国风的裙子, 那种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 又分明是科学家的气质, 这种对立又可写的独特个性, 正是他的魅力所在, 对增加来说, 一心多用并不意味着三心二意, 用心的每一年都需要指之以恒的学习和付出, 陪伴曾帆艺术长大, 除了浓郁的艺术气息, 还有各种实验室剂的气味, 可以说他是泡在实验室中长大的, 从小就穿白大褂, 跟在父母后面看他们做实验, 有一次, 他不小心把样品点到了绿椎边上, 以为给父母闯了祸, 没想到父母不但没有批评他, 反而夸奖他, 因为从他的事物中, 发现了一个新的实验方法, 这次经历让他懂得如何从错误和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 能够通晓多种知识, 驾驭多样技能的人, 必须要有面对失败和挫折的强大内心, 只有这样, 才不会轻易放弃, 才会有勇气在每一条路上越走越远, 在不同领域兼游刃有余, 科研迷书对腾法医来说, 就像DNA的双螺旋一样, 在他的生命中不可分割, 并驾齐取, 科研工作累了, 他就以唱歌, 吹萨克斯作为休息, 夜里音乐灵感来了就作曲, 他说, 科学和艺术是相同的, 艺术让科学插上想象的翅膀, 科学让艺术由梦想变成现实, 曾白亦曾获得第六届上海市经国创新奖, 而他母亲黄书珍, 也是第三届上海市经国创新奖获得者, 母女童获经国创新奖, 前所未有, 拥有那么多众人仰望的成就和荣誉, 他的自我介绍是谦虚, 而平时, 我是一名普通的科研工作者, 我正努力地成为一名科学艺术家,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